當播藍球快訊 土耳其退役球員杜高魯在接受採訪時 評擊了國際藍聯 在之前土耳其和格魯吉亞的比賽結束後 土耳其國家隊透露 土耳其球員在球館更衣室的走廊裡遭到襲擊 而且要求對肇事者進行懲罰 否則他們將離開歐洲藍球國家杯 對此 杜高魯說 他的看法是 國際藍聯在判佛錯誤和組織方面正一日一日地崩潰 特別是當他們看到格魯吉亞和德國在比賽中發生的事情 他們能夠明顯看到國際藍聯正一日一日地失去力量 他繼續說 這個是歐洲籃球界的醜聞 他每天都能夠看到國際藍聯和歐洲藍聯在地崩潰 搬佛醜聞 組織醜聞 這些醜聞是難以被接受的 他們會為了他們的權益而戰 M直播是澳門球迷必備的應用程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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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